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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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都没有这么轻松过了 今天晚上真不想回去 不回去 是 那你老婆不在家给你闹得天翻地覆的了 我预感这种天翻地覆迟早会来 我从小到大 都是我爸妈帮我安排的一切 就连我的老婆都是他们给我派的 有时我真想 挣脱这强家与我的叔父 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看来 真的如你所愿 今天可能回不去咯 看来神和上帝 真的是太懂我了 也可能是可怜我 你对神和上帝 都这么三心二意 是不是对女孩子也一样啊 要是有一个神 能像你这样坐在我面前 那我就确定了 佳琪 你为什么不在半年间出现 为什么 老天爷 为什么呀 上帝为什么呀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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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筷 潘总回来了 到家了 到家 学的家 学的家 我们的家 算了吧 我家跟你不是一家的呢 你看清楚了啊 我可不是唐家司啊 是吗 来 让我好好看清楚 我往楼上走 往楼上走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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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晚上 都喝了很多的 酒 是啊 喝了很多很多的酒 对了 我 我的房间 在那儿 你的房间就是 晚上如果有事情 随时过来找我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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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破门而入啊 我 方便 三 三 四 这 你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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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琪 小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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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总 小琪 小琪 你有见到她吗 她一大早离开了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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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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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吃 佳瑟 九号 你回来了 老公 你可算回来了 要不要工作这么辛苦啊 就是啊 九号 晚上打你电话呢 一打不通 你就是不回来的话 也可以跟你家人说一声啊 家似等你等到大半夜呢 没事的嘛 九号哥工作忙嘛 我可以理解的 我昨天在陪客户 一直忙到现在 老公 看你一脸疲惫的样子 昨天晚上一定很辛苦吧 现在赶快上楼洗个澡 一会儿我给你按摩按摩 按摩 对啊 我跟美容院的小姑娘学的 专门学会来伺候老公用的 特别专业 赶紧上楼吧 来 走了 走了 萧綦啊 你怎么了 妈 妈 我没事 我想休息一会儿 发生什么事了 你把门打开 让妈进去 来来来 起来 我给你按摩 来 不用了 家似 我现在特别累 你让我睡会儿啊 来嘛 你工作那么辛苦 我新学的特别专业 来来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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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子 我真的不用 家似 你想去按摩就 给爸妈按摩去吧 我不能睡会儿 我新学的专门伺候你 我真的不用 你手上尸体一样凉 你别蒙我好不好 你快去给妈按摩去 走 潘金浩 起来 干吗呀 你给我起来 我不起来 我睡觉 这怎么回事 你看 我的晨姨 谁 谁的狗无言 什么狗无言 你给我记得清楚 这谁弄的 什么狗无言 我不知道 你不要记了我吧 不能啊 你来 我这不叫你说的是什么 你让我睡觉 睡觉 睡觉还在这里回答你 说吧 老实交代 说话呀 儿子 你是不是在外边做傻事了 你快跟妈妈说 这是个误会 妈 都证据确凿了 你还替她说话 我不是替她说话 我是不想冤枉她 不然我不想说话了 说了你们也不信 我真是不小心蹭荡的 昨天晚上我在陪客户吃饭 其中有女人 吃完了我们就去跳舞了 至于是怎么弄上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佳思啊 可能 真的是这样的 你是知道的 在外边陪客户喝酒 什么人都会异见 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 我觉得 还是应该相信她这一回 别再逼她了 潘景浩 你看着我 你转过来看着我 你撒谎 你要是为心无愧的话 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 我知道 你和那个消息上床了 你瞒不了我的 我知道 现在我说什么你也不会信的 但是我真的没有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 公司还要工作 我真的没有时间陪你们在这儿呢 佳思 你别把话说得这么绝 免得她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 小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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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求求你别再打了 我 我认为护阳策划的这个选题 非常有创意 瞄准个人行为 对企业行为的负面影响 警示企业家们对社会的责任 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和深度的绝妙构想 但同时 问题的关键 是必须引爆个人行为的危害性 所以 我们必须抓细节 细节 决定这个主题的成败 比如 赵欢英事件 对其新进合作项目的冲击 就是最好的证明 好 喂 喂什么喂 有话快说 有皮快放 唐家斯 你老公盘警号回来了吗 关你什么事 怎么就不关我事呢 如果说你老公那只火车出轨的话 可是跑到我的轨道上来了 这种事警察不管 我可要管 你管 你怎么管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你那不要脸的女朋友 和我不要脸的老公 昨天晚上已经在一张床上睡觉了 是他说的吗 他亲口招的吗 他怎么肯能招呢 他和天底下的臭男人都一个德行 打死都不招的 他没说是吧 是你瞎猜的是吧 你是猪脑啊 这种事情还用得着招吗 偷信的男人 浑身上下都有记号的 香水味 口红艳 我懒得跟你说 你要是不相信 去问你女朋友吧 喂 你最是最硬的 好大 喂 小姐 胡杨 你在忙吗 不忙 有事吗 没事 我去看看你干嘛呢 咱们还扰过去 餐区怎么样 你是想问我 为什么没有去付你的约吧 不 不 不 我就是想见见你 好吧 你订地方吧 好 两分意大利命 嗯 好的 小姐 你来了 有什么想问的 就问吧 其实 我知道你没来的原因 你 你昨晚跟潘景昊 对 我跟他在一块 一晚上都在一块 你是想问我 有没有跟他上过床吧 没有没有 不是 当然不是 有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昨天跟潘景昊上床了 你在骗我 不论你接不接受 这都是事实 你疯了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潘景昊是结过婚的人 他老婆 我知道 唐家司嘛 赵幻英 和汤正坤的女儿 你明知道她是结过婚的人 你还没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做小三儿 看什么看 看什么看 关你什么事 是 虽然小三儿被人逼身 但还是有人去做 可我真的不想你也是 知道吗 你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跟其他人就一样 你爱的吗 你爱的吗 爱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爱情 那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 为了钱呢 我需要 我真的不相信你是这种人 真的是我看虎爷 还是你本事如此 胡阳 可那两者都有吧 从我身上 你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美丽和纯洁 不是一个名词 这句话应该入室 红人往年度热死 小姐是我一直没耳通 你是不是一开始 就在利用我 一开始 就对我没感觉 是啊 我一直在利用你 在一些女人眼里 男人只是他们利用的工具 亏你还是往上混的 你只是我尚未潘景昊的 一个感情工具而已 你的确是个好人 但你必须调整你的爱情观 算我看错你了 在我没有恨你之情 你顾我 谢谢你的菜 来 赵总 请您逼使一下 嗯 你先出去 好的 妈 怎么了 家思 潘景昊 潘景昊 不要急 不要急 慢慢说 景昊怎么了 潘景昊她真的出轨了 你怎么知道 是真的吗 还不是都怪你 你不是说世界上没有不透心的男人吗 我早就说过 那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逮到他们了吗 没有 那潘景昊承认了吗 她才不会承认哪 那你怎么知道她有外遇 他们一起出差 晚上都没有回来 这个出差一天没回来是很正常的 我还在她衬衣上发现了女人的唇印 你 她怎么说 她说是跟女客户跳舞不小心蹭上的 妈 她就当着我的面说瞎话 那也不能证明她和萧綦有什么问题啊 这还不能证明 那非得捉奸在床吗 谁会那么傻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就算他们真的有什么问题 你哭也没有用 你现在呀 就是要想办法把你的男人给夺回来 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妈 那你帮我 我真的好喜欢吉昊 我不想失去她 我看这样吧 妈先去了解情况 然后再想办法帮你解决 看看你 平常那么要强 一有事就一点主意都没有了 你先回去 妈还有事要忙 这边已很乱 妈 走吧走吧 妈 aí 喂 没上班吗 我没有上班 在外面怎么样 我在你家 我在你那个瘫痪老爸的家 你不会让他一个人演独角戏吧 好 我马上过去 我会想念的 如今是冬的 是冬的 是冬的 这是冬的 在冬的 你这样不累吗 你有什么事 说吧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么久也不跟我联系 你知道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我也是在帮你 对不起啊 宋冬 我这段时间真的太忙了 你也知道 潘家人用人 都是使劲用的 所以 这段时间 确实忙了点 没顾上跟你联系 对不起啊 好吧 那你现在适应得怎么样了 挺顺利的 我现在已经开始参与一些 重要的项目了 潘景昊呢 他上钩了没有 我听说 他挺招女人喜欢的 别怪我没提醒你 到最后你陷进去 陪了夫人又折兵 宋冬你放心 在我的心里 现在只有报仇 那些正常人想要的东西 早就被赵欢迎给摧毁了 怎么样 联络上下集了吗 真打呀 什么叫真打呀 你没打 潘总要是真想找到肖小姐的话 我倒是有个办法 你设置一个隐藏主机号码 或许你就能找到他 是不是潘景昊 如果是他就接吧 都到这个时候了 就别打退堂鼓了 接吧 接吧 接呀 喂 喂 小姐 什么事 昨天晚上你不自而别 我今天给你打了很多电话 你都没接 我担心死了 你以为我会怎么着 痛不欲生 还是追悔莫及呀 还是在绞尽脑汁 盘算利用这次一夜情 敲诈一番 你大可放心 这只不过是 女人酒后失身的一粒罢了 现在我淡定如常 你没必要究竟 你淡定 我却婚不复体 我不管你什么态度 我要见到你 你不是已经 花尽心思如愿以偿了吗 你见我 是想继续说好下去 还是想让我纠缠你 还是你执意要背叛你老婆 还是让我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划越远 我没有你想那么复杂 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 见你 如果你拒绝 我会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找你 你可别告诉我 潘总经理 你准备为一夜情儿殉情啊 你可以试试看 好 本来我是受害者 结果反倒我来拯救你 晚上七点 江边见 好的 不见不散 怎么样 满意了吗 都找你的要求去做了 夏琪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好 现在我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 我和潘景昊也约好时间地点 我需要你帮我 帮我去通知汤家司 让他也过来 通知他 是啊 现在他和潘景昊正在闹矛盾 我觉得机会难得 我要让他亲眼看到我和潘景昊在一起 好 我就按你说的去办 小琪 还有什么事吗 送给你的 是最新款的 看你喜不喜欢 不用了 我就算了 我觉得未来应该会喜欢 我穿这件好看吗 小姐 你穿这件衣服特别好看 那我穿这个呢 漂亮吗 这件衣服颜色和您很搭 是吗 小姐您这是干吗 干吗 我漂亮 我哪儿漂亮 我连一个小三都不如 你们这种人 嘴里没有一定是真话 不就想让我买衣服吗 这件衣服我都买 小姐这件衣服很贵的 贵 我有钱 有的是钱 不就想让我买吗 我全买了 本来衣服全我扔了 快点 小琪啊 你这是又要出去吗 我有个朋友过生日 所以我要出去一会儿 一会儿就回来 小琪 怎么了妈 也没什么事 妈这心里吧 就是有点七上八下的 总担心你会出什么事 我没事妈 别担心 行 去吧 快点 师傅你能开快点吗 哎 干嘛去啊 好了 把眼睛先闭上 一会儿告诉你 快 闭上 去哪儿啊 跟我走吧 小心啊 不许睁眼睛 好 再往前走两步 停 等一下啊 不然你睁眼睛不许睁过 好了 现在你可以把眼睛睁开了 就走 可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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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 快点 你 夏思 夏思 你干吗呀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 你要我怎么冷静 我现在怎么可能冷静得下来 小姐 对不起啊 我 你跟她说对不起 你对不起的人是我 夏思 你能不能先回家 你回家我再给你好好解释 我不要听解释 我要你现在就解雇他 到着我的面解雇他 夏思 我求你了 我求你先回家行吗 你回家 我也给你个交代 为什么是温总 为什么他留下 他干什么东西 你 小姐 小姐 放心啊 你给我回来 放心啊 小姐 你脸没事吧 我没事 对不起啊 可是这个事情你也别全怪她 我根本不怪她 错的都是我 怎么会呢 错的是我 够了 所以我们两个不能再继续错下去 小姐 对 韩景浩 你不可能同时握住两个女人的手 可是我现在只想握住你的手 放手吧 千奇 喂 唐元 你在哪儿呢 我在江边 你怎么了 不是 唐元 你在江边干嘛 你哭什么呀 不是 你发生什么事 你告诉我呀 你千万别做傻事 你千万别 你千万别跳江 你听我说 我现在马上去找你 你别动 你别动 ough 我 你thest 呢 嘛 我 姐 不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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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别闪不开 你千万别自杀行吗 太阳 太阳 我才不会自杀呢 谁想不开了 你不自杀 我大小姐 大小姐 大小姐 你以后能别这么傻人行吗 我求你了行吗 你哭什么呀 你别哭了好不好 别哭了好不好 别哭了 你哭我 你哭什么 你哭了 你哭我 你哭了 我哭了 你哭她 你哭了 我哭了 你哭了 我哭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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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拉 快过来 怕你以后给我打电话 你说我接不接啊 不接啊 你当然不能接啊 李宗盛 我跟你讲啊 你得有骨气 胡言 那你接 你就说咱们俩在睡觉呢 别来烦咱 哈哈哈哈 怎么了 你想给他绿帽子 你真敢给吗你 啊 你笑是吗 有那么好笑吗 我就是真给他戴绿帽子 我也不找你 你干的那样 哈哈 谁信呢 喝酒 喝酒 拜拜 干啦 哈哈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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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认了 老伯 老婆 咱们家门怎么早盘了 寄不去 你喝多了 我不是你老婆 这个是我家 不是你家 开门 我他们俩都回来了 开门 开门 他们都睡觉了 没人管我 还没人管我 连门都大不敢 可我的 没开 没开 开开了 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的 我给你叫一下 我 老婆 藏友 老天赋 刚出轨 这么晚了你还喝烂醉 赶紧回去学习 老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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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再见 老婆等一下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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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把旋轮扔 妈 我干什么 你小声一点 我可爱 妈 我 爸 妈 吴姐 你下去吧 你个女人家半夜三更喝成这样回来 成何体统 你先别生气吧 去吧 赶紧把她扶上楼去 走 好 站住 干吗 我要睡觉 我要睡觉了 带她去卫生间 用冷水好好地让她清醒清醒 爸 佳慈虽然喝多了不对 可是这大半夜的 快去 干什么 我要睡觉了 我让你喝 你干什么我要睡觉了 我让你喝 爸 爸 别弄 爸 你别这样 你别弄我 你别弄我 你弄我 你干什么 你干嘛 你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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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个男人吗 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了 需要让庞宗知道 我潘家的儿媳妇 白眼三斤 别的男人鬼魂 我这两老脸 我哪个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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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你走了 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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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你 家思 对不起啊 我爸就是这个样子 要不以后 你搬也别老婆她去 好 我没有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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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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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锦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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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你都别去了 发烧 我可是发酒骚吧 大半夜跟别的男人去喝酒 不骚才怪 别说了 别说了 赶紧吃饭 十点钟咖啡 迟到了 你就别来了 还有 那个跟你一块出差的那萧綦 今天把她给辞了 正经东西不许 继续就邪魔外道 夏思 你好好在家安心养病 我一会儿让妈找个医生过来 好好看看你 今后 怎么了 别走 留下来陪陪我 夏思 乖啊 别害怕 你别胡思乱想的 好好在家安心养病 求你了 我这一次 别走 我也想留下来陪你啊 可是你知道 那样的话 爸一定会生气的 你乖 我会想办法早点下班回来陪你 嗯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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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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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 妈 不问你 萧綦为什么今天没来上班 她的位子上 为什么会坐着其他人啊 是这样的 潘总事长今天让我给萧綦打了电话 开除了她 刚好又来了个新人 就让她坐在那儿了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好的 等一下 你帮我打一份 萧綦的消息资料送给我 好的 萧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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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ИНАМИЧНАЯ МУЗЫ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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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个好人 就算我有一万种理由 我也不应该 介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去 我以前觉得 我是一个单纯的人 可是现在连我自己 都会看不起自己 虽然我有很多话 没办法对你说 但是我现在 确实变成了一个 让我自己 都觉得不齿的女人 所以拜托你以后 不要再来找我了 萧綦 你别这么说 我该说抱歉的人是我 那天晚上是我去找你的 是我扰乱了你的生活 所以 我应该负全部责任 我并不是你想象出 那有寻花浪蝶 也不是 是乱终其的轻浮小人 替你相信我 我现在坚定地认为 那天晚上 并不是一个错误 而是你我正确的选择 如果说我的第一次 是一次迫不得已的盲从 那么现在的我们 将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所以 我不会错过你的 你错了 跟我进来吧 小琪 小琪 这位是 我爸 伯父你好 我是小琪的朋友 我爸 我爸是个废人 我这辈子都得照顾他 我不光欠了医院一大笔钱 还有很多外债 我从小就是吃烂菜叶子长大的 我身边的朋友 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是穷贵 即使是这样 我还是要找他们借钱 才能交得起这里的房租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 我跟你身边认识的那些千金名媛不一样 我是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 而你却是上市公司的 大公子 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但上我这种女人是很可怕的 我都不愿意 说说吧 在错误的道路上停止脚步 就是选择正确 小琪 她有你的话 在正确的道路上停下脚步 就等于犯错 我已经错乱多次 我不想一错再错 你现在才是真的错了 你看不出来吗 我从一开始认识你 就是故意地勾引你 利用你 欺骗你 我现在觉得你是个好人 我不想再骗下去了 你明不明白 我根本就不相信你是这种女人 你只是要我离开你 你的目的是想让我不再来找你 对吗 那我可以直戒了方地告诉你 就算被你诱惑 被你利用 被你欺骗 我心甘情愿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这么傻下去了 好 小琪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从前竟然过着这样的生活 我现在真的好心疼你 不过没关系 从今以后我们一起面对 这样的生活过多了也就习惯了 就好像背着一个包袱 如果有一天不背了 才真的是不习惯 傻孩子 你一定要撑住啊 你撑住啊 病人失血过多 修复是正常的 暂时不会有什么有威胁 暂时 暂时是什么意思 那耽误出人民帮医生吧 救救你 一定要救护我儿媳们 一定要救我的 你放心好了 救护车马上就到医院了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喂 文剑你帮我放哪儿吧 我回头再看 有工作就去忙吧 来 我来 给我吧 小姐 没关系 以后我跟你一块照顾你吧 我来 尤天 怎么了 你咳嗽来了 把我吓死了 好了好了你别哭别哭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正在结休呢 我好害怕 要救不过来 可怎么办 好 别胡说了 你这么啊 你冷静一点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好好的她就自杀了呢 我哪儿知道呢 本来她就是有病人 在家休息 睡得好好的 谁知道 她就在卫生间里 把自己的手腕子给割了 哎 警号呢 我怎么没看见她人呢 我又不知道 打她手机 她一直关亲呢 这个瘟子 老婆都这样了 她连个人影都不见了 看她回来看我怎么收拾她 尤天 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一会儿亲家来了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跟你也有个交代 这要是 江四有个三长连晚都会让我们家请好 她不好 她不在 她不在也挺好的 人家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 肯定放不过几个后能有天 好好好 你先冷静 你别哭别哭 让我想想 对了 你跟医生说过没有 让他们低调处于这件事 千万别让媒体知道 你说过了 久不迟到家里边的时候就说过了 是万一被记者看到了 就说我 我心脏病无法了 我死要上半天 我怎么送我自己 好好好 你先别哭别哭 这样 待会儿亲家来了 咱们就说 家思昨天晚上跟你别的男人喝酒 还有她生病发烧的事 对了 千万不要说那个女人 可是 可是什么呀 你就照我说的吧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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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您怎么走吧 니다 你怎么走 你怎么走 你怎么了 走 快 出事了 加斯他 什么出事 加斯 说清楚 亲家母打了电话说 说加斯割腕自杀 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加斯自杀 怎么办啊 去医院哪 走 走 走 怎么回事到底 怎么回事啊 你不要激动 听我慢慢地跟你们说 能不激动吗 那又不是你女儿 加斯是我们潘家的儿媳妇 我们现在心里也很难过呀 行行说说说 别激动 说说 怎么回事 详细情况呢 我们也不大清楚 昨天晚上加斯很晚才回 有个男人把他送回来的 而且喝了很多酒 景浩当时就说了他几句 一个女孩子嘛 大半晚上的 跟别的男人去喝酒 景浩当然不高兴了 这么小两口就吵了几句 今天早上我们也没在意 就上班去了 可是 可是就不知道他在家里 怎么就 行 别胡说了啊 加斯虽然就任性一点 但不是那不简单的女孩 别把责任都往加斯那样推 就是啊 加斯是我生养的 我了解他 他不会做那样的事 行行行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啊 潘晴浩人呢 对啊 景浩呢 我女儿都成这样了 他怎么还没来呢 景浩他 他出差了 我们已经打过电话 他正在往家赶呢 出差了 行 我就在这儿等他 看他跟我说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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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饿了吗 我还好 你饿吗 要不要我陪你出去吃点东西啊 我 也还好 不过不用 在家随便做点就行了 在 在家 对啊 不方便啊 没有 就是家里怪乱的 而且我家里没什么菜 这不委屈你了吗 看你说的 总在外面吃啊 对身体不好 外面做得比较油腻 也没什么好吃的 这样吧 乱没关系 我来帮你 警号 警号 小姐 这 你们家厨房 到底是有多久没做过饭了 很乱吧 那我平时都不在家里做饭的 所以 就比较乱一点 我刚才看你们家附近好像有个超市 要不咱买点东西去吧 不用了 我们就在外面随便吃点吧 没事 买回来啊 回头你爸为可以吃 不用了 医生 医生 我女儿怎么样了 没事吧 放心吧 病人没有生命危险啊 但是 由于她失血过多 身体很虚弱 现在还在昏迷中 我们能进去看她吗 我带你们进去吧 但是不要吵醒她 让她多休息一会儿 这样才有利于她的恢复 跟我走吧 谢谢医生 医生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关于我儿媳妇的自杀的事 希望医院方面 一定要帮我们保密 这你知道的 我们潘唐两家 有些记者 他会胡言乱语的 所以 希望你们 放心吧潘总 院长已经交代过了 不论是什么病人 我们是不会透露 半点病人信息的 那就谢谢你们了 不客气 这是我们该做的 贾思 护士小姐 以你的经验来看 我女儿 她会昏迷多久 这很难说 要看个人体质 但是以我的经验 最快也要到晚上的时候 才能醒来 别打扰她 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吧 其实病人已经没事儿了 等她醒来的时候 我会马上通知你们的 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你们在这儿站着 病人也感觉不到 只会妨碍我们的工作 先回去吧 先走吧 走吧 多持续吧 谢谢 谢谢 要不然这样吧 你跟老汤呢 先到我家去 咱们一家人 坐下来好好聊聊 现在的孩子们呢 都不懂事儿 警号呢 是我们管教不严 佳思 她也挺任性的 这样下去真的不好 我们做家长呢 坐下来好好沟通一下 你看 行吗 是啊 老汤 就到我们家去 一起好好地聊一聊 平时咱们都太棒了 也没有时间再一起吃顿饭 这次是我们失职 真对不住 让佳思受苦了 也让你们二位担心 其实我跟警号她妈 心里也非常内疚 你们给我们个机会 也让我们表达一下歉意 那什么时候了 还有性情失贩 既然亲家都这么说了 咱们就过去聊聊吧 佳思也是大家的孩子 谁也不希望她这样子 我们就过去好好沟通沟通吧 去吧 正坤 他们两个都已经结婚了 难道你希望 以后他们还这样啊 好 聊聊聊 好 那就走吧 走 走 宝贝 来吧 来 we go 等会 林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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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搞什么鬼呢 有钱就是神神明明的 这个潘景浩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今天幸亏我女儿没事 这要是真有事 她这个做账面 老婆死医院都不知道 潘董 外面有个小伙子鬼鬼祟祟的 知道了 对不起 我去看一下 去了 来 你说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说了我找人 找谁 我找潘 我找汤元 我找汤家司 家司 你跟我儿媳妇什么关系 不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小学同学 小学同学 是啊 少爷 我是胡杨 我是胡杨 你忘了 小时候我跟家司在学校打架 他哭不来学校上课 就因为这事 你还揪耳了呢 听你这么一说 倒是有点印象 对 就是我胡杨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找家司干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看他怎么样了 他昨晚上喝那么多酒 弄了半天 昨天晚上是你跟他 在一起喝酒 喝到大半夜 连家都不回 你跟他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他结婚了吗 老潘怎么说呢 我女儿嫁到潘家 怎么了 就不能有自己的朋友了是吧 就是 我们是朋友 喝酒怎么了 再说了 还不是因为女儿的潘景浩 让家司受了一肚子委屈 才找我喝酒的 你胡说什么 我没胡说 是汤家司跟我说的 来 孩子别怕啊 都发生什么事了 一点一点的跟汤叔叔说 你也不是 还不需要 学校吗 我可以 来 找你的 事 我可以 找你 这有什么事 我看了 你 你 你 没错 我 你 哎呀讨厌了都是不准看了 我也不想看呢 可是我在外面都快饿死了 哎呀急什么再等一会儿嘛 都跟你说了在外面吃 一非得在家里吃 哎呀别看了快别看了 越看越慢 我看看你做菜嘛 又不是看你洗澡 你干嘛这么经常啊 哎 你是过高等教育 怎么说句话得跟流氓一样啊 快走快走快走 再不再我真生气了 伯父 你也饿了吧 没关系 再等一下饭就好了 我来给你按摩 你是说 潘景浩和别的女人在交往 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 反正家私就是因为这事生气的 你胡说什么 老潘 你养的好儿子 说说那野女人是谁 汤叔叔 不是什么野女人 也不能全怪他吧 那女孩挺好的 你也认识这女孩 是啊 我们是朋友 你也认识了 是不是萧綦 张阿姨 你知道啊 原来这都是真的 清姐 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啊 不 等等 萧綦是谁 就是来咱们家给我们送个文件的那个 你见过 是吗 我怎么没印象 亲家 景浩什么时候回来 我给他打过电话了 手机关机 可能没电了吧 潘景浩根本没有出差是不是 好啊 我女儿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竟然还和那个女人私混 好 你们不过问是不是 我替你们管教一下儿子 出事 他儿出什么事了 去萧綦那儿 看看潘景浩在不在 如果在就把他给我带回来 就是我们全家都在等着他 对 就上次去的那个地方 好 怎么样 好心了吗 你放心吧 以后这里面多加按摩的话 就会有所好转 以后会常给你按的 吃饭了 终于可以吃饭了 你尝尝吧 真好吃 有没有那么好吃啊 你看啊 色先畏居全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涛儿到底怎么了 哎呀 时间差不多了 五姐的饭应该是做好了 我们大家先吃饭吧 就是要吃饭 我女儿还在医院躺着呢 什么缘啊 涛儿怎么了 你们咋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有没有人知道啊 你看我闭嘴 还不都是因为你 我怎么了 你干嘛去 你干嘛去 既然你们没人告诉我 加死在里面 那我就自己去找 那边发被加死做的医院 我也把加死找出来 来 永天 你别光坐着了 赶紧想想办法呀 我想什么 我有什么办法 你养的好儿子 你想办法吧 你干什么呀 你非得追他干什么 我是怕他打扰我们加死 你看这孩子真死心眼 要我说 这孩子啊 比潘几浩强多了 都怪你 要不是你当初 弄什么婚姻联盟 你看看现在倒好啊 联盟受阻 连免情拉起了红线也快断了 唐振昆 这个决策 不是你也同意了吗 你就没有责任了吗 好 就算这个决策是我决定的 我也是为了我们大明集团 为了我女儿的前证着想 对对对 闭嘴吧你啊 什么大明集团大明集团 不就是你赵家的前诚吗 不是 你为了这个前诚 谁的利益都牺牲 包括你女儿的幸福 自己好好想想 哎 一 好 小小姐 请问潘锦浩在吗 怎么 赵欢迎让你来的 说吧 什么事 潘总 赵董事长的话 让您跟我回去一趟 他说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啊 你告诉他 我想回去自然会回去 况且这是我朋友的家 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回去吧 潘总 潘锦浩小姐她现在状态不是很好 我想您还是跟我回去一趟 你少拿家私说事 我说过了 我想回去的时候自然会回去 你快走吧 别再让我添乱了 快回去 走吧 走吧 好了 不要再解释了 有什么事情我来负责 快回去 快快快 来 那没事吧 没事儿 就是老毛病 可能是下着了吧 情绪有点激动 你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这回音现在莫名其妙地要我回去 那我看 要不你还是先回去吧 我便不回去 他们越比我也不回去 来 咱们吃饭 喂 带她回来了吗 什么 她不回来 好吧 那就这样吧 潘景昊果然在那个女人家里 不肯回来 不肯回来了是吧 老脸都丢尽了 老脸都丢尽了 友天 别工作着了 赶紧想想办法吧 想什么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 都是你养的好儿子 你想办法吧 我 帮我查一下有件唐家司的吗 没有 你好 帮我查一下有件唐家司的吗 好的 你稍等 好 我们这里没有叫唐家司的病人 谢谢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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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一下家伙病房在几楼 左拐 上电梯 到七楼 谢谢 护士 你帮我查一下有没有叫唐家司的 唐家司 没有 你只要帮我仔细看看 真的没有 你不能进来 出去出去不能进来 不是 你这个混蛋 你干吗打人呢你 你有话好好说吗 你把他捣坏了怎么办 没这个混蛋儿子 自己没本事 你还跟人家学着求玩女人 谁玩女人了 我没有玩女人 我跟肖琪是真是相爱的 而且我决定了 我要跟他结婚 什么 儿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贾瑟为了你 他自杀党的医院呢 妈 你说什么 贾瑟自杀了 怎么会这样呢 妈 你快说话呀 天人 回来 这不是潘又天的车 来 我来 我来 这不是潘又天的车 去哪 我去哪 我去哪 打开 我要去哪 你去哪 我去哪 我去哪 你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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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这是医院 不是菜市场 病人醒了 他说 他只想见潘锦浩 你们 谁是潘锦浩 是我 跟我走吧 等一下 你干嘛 我去看女儿 你就听我的 让他们俩先谈谈 看锦浩怎么说嘛 石王堂 你看看现在啊 什么样子没见 行了 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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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妈 我 我对不起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 妈妈 你不要离开我 我错了 我再也不乱跑了 再也不乱花钱了 再也不让爸爸生气了 妈妈 妈妈不是想想了吗 我可以生 我们可以生的 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 家子 我 我都这么浑蛋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爱我 我知道 我做饭不好吃吗 我可以学 你嫌我任性 爸爸 那都时间 我可以赶 我真的都可以赶 我们好过时间 你否则 我不要吵架了好不好 你还愿意来看我 说明你心里还有我 我知道 你还是在乎我的 只有你答应我 你千万不要离开我 我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我一天都活不下去 我会死的 我哪里不好你说 我敢 我真的偷偷偷改天啊 家子 你很好 你哪儿都好 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从一回过开始 就是个错 是我错神家错 才造成了这么多的错误 所以家子 你给我点时间 我要考虑清楚 怎么面对你 怎么面对我自己 家子 我真的不能一错再错 家子 对不起 金浩 金浩 不要 金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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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怎么了 你快点把我把金浩找不来了 我求求你了 你快点 我不能没有他 我求你了吧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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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こ问我 你被帮帮 smooth 你可不可以帮帮你好 vaak 你游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